皇帝的新装 1.许多年以前,有一位皇帝,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,他为了要穿得漂亮,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,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,也不喜欢去看戏,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, 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逛公园,他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,人们一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皇上在会议室里,但是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,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,生活很轻松,很愉快,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,有一天,来了两个骗子,他们说,他们是织工,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, 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,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,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,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,皇帝心里想,我穿了这样的衣服,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,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,哪些人是傻子,是的,我要叫他们马上制出这样的布来, 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,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,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,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,可是,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,他们借二连三的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, 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,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织布的工作,一直忙到深夜, 我很想知道他们织布究竟织得怎样了,皇帝想,不过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进这布的, 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太自在,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,虽然如此,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, 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种布料有一种奇异的力量,所以大家都很想趁这机会来测验一下,看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笨,有多傻, 我要派城市部长到职工那儿去看看,皇帝想,只有他能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, 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,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,因此,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了, 他们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,这是怎么一回事,老部长想, 他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,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,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, 那两个骗子请求他走近一点,同时问他,布德花纹是不是很美丽,色彩是不是很漂亮, 他只沾那两架空空的织机,这位可怜的老大臣的眼睛越睁越大, 可是他还是看不见什么东西,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看, 我的老天爷,他想,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?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,我绝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, 难道我不称职吗? 不成,我绝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。 哎,您一点一惊也没有吗? 一个正在织布的织工说, 啊,美极了,真是美妙极了。 老大臣说,他戴着眼镜,仔细地看, 多么美的花纹,多么美的色彩。 是的,我将要承报皇上,说我对于这布感到非常满意。 嗯,我们听到您的话真高兴。 两个织工一起说。 他们把这些稀有的色彩和花纹描述了一番, 还加上些名词。 这位老大臣注意地听着, 以便回到皇帝那里去时, 可以照样背得出来。 事实上,他也就这样办了。 这两个骗子又要了很多的钱, 更多的丝和金子。 他们说,这是为了织布的需要。 他们把这些东西全装进腰包里, 连一根线也没有放到织机上去。 不过,他们还是继续在空空的机架上工作。 过了不久, 皇帝派了另一位城市的官员去看看, 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织好? 他的运气并不比头一位大臣的好。 他看了又看, 但是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什么也没有, 他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。 您看,这栋布美不美? 两个骗子问。 他们说出一些美丽的花纹, 并且做了一些解释, 事实上什么花纹也没有。 我并不愚蠢。 这位官员想, 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。 这也真个滑稽, 但是我绝不能让人看出来。 因此, 他就把他完全没有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, 同时对他们说, 他非常喜欢这些美丽的颜色和巧妙的花纹。 是的, 那真是太美了。 他回去对皇帝说,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美丽的布料。 当这布还在织的时候, 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。 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缘, 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城市的大臣。 这样, 他就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去。 这两个家伙正以全副精神织布, 但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见。 您看, 这不漂亮吗? 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, 陛下请看, 多么美丽的花纹, 多么美丽的色彩。 他们指着那架空空的织鸡, 因为他们以为别人一定会看得见布料的。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皇帝心里想,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, 这真是荒唐, 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? 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? 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。 啊, 他真是美极了。 皇帝说, 我表示十二分的满意。 于是, 他点头表示满意。 他装作很仔细地看着只鸡的样子, 因为他不愿意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。 等他来的全体随缘, 也仔细地看了又看, 可是他们也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。 不过, 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, 啊, 真是美极了。 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, 穿上这衣服, 亲自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。 真美丽, 真精致, 真是好极了。 美人都随身附和着, 美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。 皇帝赐给骗子美人一个绝世的头衔和一枚可以挂在钮扣洞上的勋章, 并且还封他们为御聘之师。 二, 第二天早晨游行大典就要举行了。 在头天晚上, 这两个骗子整夜不睡, 点起十六支蜡烛。 你可以看到, 他们是在赶夜宫, 要完成皇帝的新衣。 他们装作把布料从织机上取下来, 他们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阵子, 同时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, 最后他们齐声说, 请看, 新衣服缝好了。 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们亲自到来了。 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, 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。 他们说, 请看吧, 这是裤子, 这是袍子, 这是外衣, 等等。 这衣服轻柔得像蜘蛛网一样, 穿着他的人会觉得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。 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, 一点也不错, 所有的骑士们都说, 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, 因为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。 现在请皇上脱下衣服, 两个骗子说, 我们要在这个大镜子面前为陛下换上新衣。 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统统都脱光了, 这两个骗子装作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的给皇帝穿上。 皇帝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, 扭了扭腰支, 上帝, 这衣服多么合身啊, 是样裁得多么好看啊。 大家都说, 多么美的花纹, 多么美的色彩, 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。 大家都已经在外面把花盖准备好了, 只等陛下一出去, 就可撑起来去游行。 典礼官说, 对, 我已经穿好了。 皇帝说, 这衣服合我的身吗? 于是, 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, 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在认真地欣赏他美丽的服装。 那些将要脱着后裙的内臣们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, 好像他们真的在拾起后裙似的。 他们胎不走, 手中拖着空气, 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实在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。 这么着, 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花盖下游行起来了。 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, 乖乖, 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, 他上衣下面的后裙是多么美丽, 衣服多么合身。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, 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, 是太愚蠢。 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。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。 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, 上帝哟, 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, 爸爸说。 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私自低声地传播开来。 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, 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。 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。 最后所有的百姓都说皇帝有点发抖, 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, 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, 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。 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器, 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, 手中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裙。